103它大概递入一个乱数排序器 就是你输入几个 比如说16 然后它帮你产生16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大概就是 最小是可能是1到999 1到999 那你会发现这个数字有一位的 可能有三位的 然后有两位的 所以其实它这个地方 不需要把它变成 像那个 第101题是那个 乐透彩 就是它自动补有点 这一题是不需要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乱数产生的话 类似像这样 而且乱数由小到大排序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前面有用过嘛 乱数 所以前面怎么产生乱数 而且是要1到999 1到999 那要怎么样产生1到999 这个好像前面讲过 而且讲过了不止一次 OK 再来的话呢 要帮我做什么 递增排序 那地震排序也讲过嘛 所以其实基本上用来用去这些东西 那只是说 你要如何可以让人家输入一个数字 怎么样输入 刚才也用过很多次嘛 用scanner最简单 当然你也可以用buff reader 不过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拿石头扎这些脚 但越简单越方便嘛 然后输入完之后自动产生 所以做完了结果类似像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后的完成结果 比如说类似像这样 我把它执行过的话 然后 会出现一个就是你要输入一个字串 请输入要产生的数字个数 那比如说我给它输入10 按个enter 有没有 就scanner里面不是有一个 把那个这个数字读进去 把这个字读进去 那读进去就代表说 我需要 比如说一定是跑个回圈嘛 那这个回圈做什么 做什么 就是说 产生一个乱数 帮我输出 那输出之后中间有个间隔 也许你可以用一个tab或空白等等的 然后按个enter 自动帮我把10个乱数产生 那另外的话 我看一下 这个题目里面呢 它有没有提到 不能有重复的 好像也没讲到 所以其实 它这边好像也没有特别提到说 乱数 它只要N个 所以它这一题其实 没有像前面那个乐透彩 需要去判断那个 是否有重复的状况 所以 不过好像1到99 也要重复的几率 更低了嘛 因为1到42 可能重复的几率 会当然相对的比1到99还大 当然如果说 题目没有讲到 要不要判断重复的话 那你就不需要化蛇添足 你就是怎样 反正输出就对了 那这些我想 大部分的功能 前面都讲过了 只是你要把它拼拼凑凑 怎么样把它做出来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JVD 比如说103这个地方 画面先换给各位先试一下 来看一下 这个做法上面 其实程式非常的简短 我大概写完之后就分成 第一个区块 就是输入几个字 输入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 让它输入什么 输入比如说6个好了 Enter 那它要怎么样读到这个讯息 这个前面我们有做过蛮多的 输入6 Enter嘛 它怎么可以去扫描到你键盘的动作 一定就是利用一个叫Scanner 有没有 Scanner就是Utier里面 那Utier里面的话 我new一个Scanner 然后把它读到System in 读到这个Scanner里面 再利用这个Scanner里面的方法 叫做Nestline 去把这个东西读进来 读到哪里呢 读到Size 那这个Size是 主要是决定就是它的阵列的长度 需要因为几个数字嘛 有6个 所以你必须产生6个空间 那6个空间呢 所以 那特别注意 这边有一个就是用那个Integer 这边的话 假设输入6 Enter一下 那这个6呢 就读到Size里面 但是 它是读进来的东西 一定是一个字串 所以字串的话呢 我必须把它转换成为数值嘛 所以这边有一个用什么 Integer.passIn 然后把它怎么样 把后面读进来的东西 丢到那个Size 宣告为Int嘛 那再来就是说 建立一个阵列 这个阵列的那个 长度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 先建立一个N好了 那这个N的话 new一个什么呢 Int的一个阵列 这个阵列空间的话呢 就是我们给的6个嘛 那再来的话 就是产生乱数嘛 产生乱数的话就是 因为阵列一定是从0开始 那进入就是 当它小于Size 6 012345嘛 不就刚好6个 然后加加 那如果要产生的是 乱数是1到999的话 那这个我想 前面做过蛮多的啦 就是乘以999 在强制转型之后加1就好了 OK 然后呢就会产生1个 产生2个 产生3个 4个5个6个 好 那6个之后都要跳1回圈 不过它的顺序一定不是递增的 可能是乱排啦 那怎么样最快可以排序 这个地方 把N 有没有 放进来之后 马上帮你排完了 由大到小 排完之后的话要输出 那输出怎么输出 当然这个地方 我再加一个K的变数 从第一个到 一样是 这个Size 其实你也可以用那个 那个阵列 N的Lags也可以啦 因为结果都一样 然后K加 最后的话 后面加一个什么 一个 这个Tab 然后一个定位点 那这个时候输出 我们来看一下 10个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呢 假如我今天呢 就 把这个地方 做输出 就会是我们要的结果 OK 这边 刚刚按到了 再一次 比如说我输入10 Enter 10个就出来了 当然这个地方的话 103题 那各位试试看 然后把画面 还给各位一下 其实程式码不多 这个我已经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103这一题 非常的简短 那当然如果你 意犹未尽的话 你也可以 自己再加上 那个 不重复的部分